Hello 我是杰哥充充 在奥特曼的故事中 相信大家都看过许多反派 比如欧布中的加古拉 杰德中的老K 泰加中的托勒雷基亚等等 虽然说作为反派 他们的最终结局都是走向失败 但是在这过程中 奥特曼想要打败他们并不容易 甚至还有好几机差点栽在他们的手里 但是这其中有一位却跟他们完全不同 那就是史上最卑微的反派 迪姆深夜 迪姆是今天泽塔奥特曼中的反派 虽然不知道泽塔的大boss会是谁 但是从目前来看 阻挠主角最大的障碍就是他了 本来他就是一名军械库的研究中心的小透明 但是在第一集中 却阴差阳错的被寄生生物赛雷部落俯身 从此走向了悲惨之路 最开始迪姆登场的时候 给人的感觉就是神秘强大 不苟元孝的人设 毕竟说的基本都是外星语 并且登场就有万代主角同款换色变身器 这换生谁都知道 这就是boss定位了 但是他的表现却令人大跌眼镜 一直在用怪兽徽赃搞事 但是全部失败 主角那边一点事都没有 就是这样的 我一度怀疑你是不是跟主角拿错剧本了 这还不算完 在小鹿登场的时候 总算是弄到了他一管血 都以为他要搞个大事 手上那么多挥章转换而成的三种贝利亚融合兽 被三位奥特曼轮番吊打 这也就算了 被打得路都走不好之后 身份还被加古拉拆穿 开始了一系列的跟踪与追杀 变身之后的实力不幸 人类形态的他更是不开一击 都已经这样了 迪姆还是没有放弃 上一集还被人家打得走路的飞机 这一集又来搞小动作 自己变成五帝王 想要找回点场子 结果被新登场的伽马形态给秀了一脸 知道自己单方面实力不幸 于是又开始了团伙作案 跟巴罗萨星人展开了合作 不带徽章一个没想到 金武桥还拱手送人 成为了人家的神兵利器 从那次之后到现在就一直下线好久 到最近的三集中 连个影子都没有出现过 明明定位是个boss 但是巨型都快过去一半了 长军胜率为零 让奥特曼失败的计划全部失败 而且还给自己整得一身伤 还差点被加务拉给了结了 而且就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主角正处于跟自己心里的 那道坎做着斗争 而这就是引出 中级形态德尔塔的契机 在这过程中应该会吃别一次 但是新形态的出现 吸收保护机起码都有三集 也就是说 在未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 泽塔还有可能吃别一次 但是迪牧却被人家 虐了一个月之久 并且让泽塔吃别的人 还有可能不是自己 从他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手中并没有能威胁到 泽塔的任何筹码 明明自己是个反派 但是自己却各种层子躲着 防止被加务拉找到 被人家追杀 看着他的前辈们 哪一个有过他这种待遇 人家就算再没出气 起码也有高光时刻 但是反观这位 真的是让人有点心疼 说他是奥特曼史上 最变远的反派 绝对不为过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关注我们的动漫星纪元 我是杰哥春仲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